你已经知道了天然放射现象是原子核自发的变化 与之相对的是人类用一种粒子轰击原子核 而得到新的粒子和元素的变化 这个过程被称作人工核反应 比如卢瑟福发现质子的实验 他用α粒子轰击氮原子核 产生了氧额同位素氧食器 从而发现了质子的存在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实现的人工核反应 这是它的核反应方程 方程两边的质量数手航 电荷数也手航 再比如卢瑟福的学生查德维克发现中子的实验 他用α粒子轰击氯片 从而发现了中子 同时会产生一个放射性磷 这个实验的核反应方程是这样 其中的放射性磷是磷31的同位素 它很不稳定会摔变成硅30 并释放一种质量和电子相同的粒子 却带有一个单位的正电荷 美国科学家安德森首先发现了它 并命名为正电子 从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约里奥居里夫妇 是最先完成这个实验的科学家 并成功观测到了中子和正电子的现象 只是他们误认为中子是一种康普顿效应 认为正电子是向放射源移动的普通电子 这也使得他们两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 市值较逼 经过两次失误后 约里奥居里夫妇没有灰心丧气 依然坚持进行放射性的相关研究 结果他们在这个实验中最早发现了放射性磷的存在 这是第一种人工放射性同位素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时至今日 已发现的天然放射性物质不过40多种 但是人工制造的放射性同位素有一千多种 并且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放射强度容易控制 还可以制成各种所需的形状 特别是它的半衰期比天然放射性物质短得多 所以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衰变 因此人工放射性同位素的废料更容易处理 由于这些优点 反正是用到射线时 用的都是人工放射性同位素 而不用天然放射性物质 总结一下 这个是卢瑟福发现质子的核反应方程 这个是发现中子 正电子和放射性磷的核反应方程 同时 这个实验还成就了三个诺贝尔奖 另外 因为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具有诸多优点 所以在射线的应用方面 它完全取代了天然放射性元素 好了 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